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共同探讨 我们这次上课中医眼科学的教材 是我们成都中医药大学 曾庆华曾教授编的中医眼科学 我们以这本教材为蓝本 大家看一看这本教材什么时候编的 2003年 对吧 我们知道我们的医学发展非常非常的快 日新月异 那么03年的东西在我们现在看来 有的东西就显得什么 落后了一些 它是停止在了 这本教材的内容是停止在了03年的水平 因此我们虽然以这本教材为蓝本 同时我们要加一些新的诊断 新的技术 新的理论 举个例子 这本书里边白蓝帐 这本书里边的白蓝帐 我们叫什么老年性白蓝帐 但是现在叫什么年龄相关性白蓝帐 它的名字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讲课的时候 有些新的东西 有些新的东西 这些新的东西希望同学们能够记录 还是把它记下来 这是我们的教材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上课怎么上 我们一共有48个学识 这48个学识对同学们来说是很少 48个学识中间 我们主要以多媒体来教学 主要以多媒体来教学 我们的书上 它的图特别特别少 但是我们讲课的时候 我们就要使用大量的图片 甚至要放录像 给大家直观的感受 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感受 还有呢 这个我们要做一个动物实验 眼睛究竟像什么样子 我们要去找一些猪的眼球 拿一些猪的眼球 让同学们亲自把它打开来看 这个眼睛究竟像什么眼睛 什么样子 因为猪的眼球和我们人的眼球 非常的相似 这是一个动物实验 还有一个实验就是 证断与检查实验 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医眼科学 现代的中医眼科学 要使用现代的仪器 比如说 剪眼镜 比如说裂锡灯 非常多的现代的检查手段 我们都要使用 那么 如果你不会用 就像我们同学们当内科医生 没有听证器 或者不会使用听证器一样 你不能进行诊断 更谈不上治疗 因此我们在这个实验课的时候 首先给大家看录像 这些设备怎么样的检查 然后我们亲自去操作一下 亲自去看看怎么来看病 怎么来看病 这是第二个实验 那么第三呢 就是在我们讲完课以后呢 我们要进行临床实习 我要带大家到临床上去看一看 我们的眼科病人 究竟是什么样子 实实在在的眼病是什么样子 还有我们的检查设备 究竟是什么样子 怎么来进行检查 怎么来进行做手术 还可以看到那病人 重建光明以后 离开医院 那兴高采烈的样子 这就是 大开的教学 那么最后 大家都知道了 要考试 好像你们是考试课吧 是考试课 那么考试呢 按理说不是目的 不是目的 那么通过考试呢 了解 我们学习的情况 也考察一下 黄老师讲的怎么样 黄老师讲的怎么样 一说到考试 大家就要说了 老师啊 考试 考试 重点 哪是重点啊 哪个病最重要啊 我告诉大家 我们所有的眼病 都很重要 怎么这么说 怎么这么样来说 那么 虽然是一个非常轻 我们 我看了这么多病 那种非常轻的那种病 如果发生在你的身上 请问 你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病 还是一个不重要的病呢 那肯定就认为是个重要的病 因此 每一个病都重要 每一个病都重要 那么我们考试 是根据我们教学大纲 把眼科的多发病 常见病 常见病介绍给大家 那么大纲里边就有要求了 有序病是需要掌握的 有序病是要了解的 有序病是要熟悉的 考试不是目的 考试不是目的 考试来 通过考试还可以看一看 同学们对这个眼科 感不感兴趣 只要你感兴趣 你会学得很好 告诉大家 我对眼科非常感兴趣 我很热爱我自己的专业 我已经工作了将近28年 看了很多眼科病 通过我的治疗 那么能够重见光明的 可以说是成千上万 不夸张 为什么不夸张 我是一个手术病人 我做白内障手术 去年大约我的白内障手术量 将近300台 那么就是一年 有300个病人 做了白内障手术 重见光明 那么这是我 自己觉得很骄傲的地方 觉得自己 这个是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体现 当医生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这个特别是眼科医生 光明的死者 光明的死者 我也希望 在我们在座的同学里边 能出现三个五个眼科医生 而且是非常优秀的眼科医生 非常优秀的眼科医生 同学们就说了 你那个眼科 很小 小眼科 是一个很小很小 我不会当眼科医生的 有的人说我眼睛不太好 我也不想当眼科医生 但是 不管你当不当眼科医生 只要你想做一个好的医生 你就应该来掌握 学习我们眼科的知识 来学习我们眼科的知识 那么你说 我要做一个内科医生 我要做个内科医生 内科医生 他应该了解很多很多的眼科知识 举个例子 有一个病 糖药病 听说过 糖药病 糖药病中医叫什么 消渴 消渴 那么这个糖药病 在患病五年 或者十年以后 患病 它的病程到达五年 或者十年以后 那么 眼睛就可以出现问题 眼底出血 眼睛视力下降 你说我是一个内科医生 我的内科技術 很精湛 我让这个病人的血糖控制的很好 病人已经很长寿 但是 如果病人看不见 是不是 他的生存质量 就很差 对不对 这是一个糖药病 我们临床非常多见的 类似的疾病 还有 高血压 高血压也是 高血压晚期 也要引起视力的下降 还有 临床上我们很多 内科病的症状 和我们眼科病的症状 是有混淆的 比如说 一个病人 他出现了头痛 出现了呕吐 他可能来看什么 看内科 你可能争断成一个 胃肠感冒 或者争断成高血压 你知不知道 我们有一个病 叫畸性壁角形轻光炎 畸性壁角形轻光炎 这种畸性壁角形轻光炎 他发病 除了眼睛痛 视力下降以外 病人最大的一个感受是 头痛 是恶心 是呕吐 如果你误诊 眼睛要瞎的 眼睛要瞎的 同学们说 我不当内科医生 我内科医生太复杂了 病人太多了 我当一个神经科医生 比较单纯 恰恰 神经科和我们眼科的联系 是最紧密的 最紧密的 神经科 那么神经科 我们学过了基础 我们 路神经有多少队 12队 对吧 12队 那么 12队里边 其中有6队 路神经 直接与眼科 有关系 直接与眼科 有关系 很多的 路内肿瘤 病人得病以后 得了肿瘤以后 他不是到神经科 去看病 他的第一个症状 可能就是视力下降 到眼科 我有一个同学 医学生 我们当时读大学的时候 他也是医学生 后来他也分到成都 分到成都以后 有一天到我这来玩 他给我说 他以前打乒乓球 打得特别好 打得特别好 现在他说 一个是岁数大了 不打了 二一个他说 我打乒乓球 都是水平下降了 怎么水平下降呢 那个屏幕球到了右边 看不见了 到了左边 他也看不见了 他就摆过听 听了以后 我觉得不对劲 我觉得不对劲 我说就 你赶紧 抽时间来做个事业 过了几天 他就同他的女儿 来做事业 他的女儿也很大了 来做事业 这就是前几年的事 来做事业 一做事业 双眼的夜侧偏盲 什么意思呢 右眼的外侧 看不见 左眼的外侧 也看不见 双眼的外侧 都看不见 他妈妈就正在做视野 我陪着他做 当做了第一只眼睛 我看到他的 右眼夜侧偏盲的时候 我就出来 给他的女儿说 小姑娘 你的妈妈 脑袋里面 长了一个包 真的长了一个包 垂体肿瘤 垂体肿瘤 由于我们发现的 特别特别的早 我的同学是在 成都陆军总医院 通过鼻子 光盗纤维做了一个手术 把这个垂体肿瘤取掉 一点后遗症都没有 一点后遗症都没有 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都称赞 黄秀勇真不错 把同学的病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我们知道我们的疾病 就是要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我就特别得意 特别得意 特别高兴 好 这是神经科 那么除了内科神经科 其实每个学科都与眼睛有关系 举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 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比较单纯 有的人想当耳鼻喉科医生 那么耳鼻喉科的 鼻烟癌 鼻烟癌有一个表现 眼睛麻痹 外展神经麻痹 它的表现是什么 出现双影 腹势 腹势来看病 我们就是看了一个腹势的病人 通过CP检查 发现它是鼻炎癌 那当然你要有眼科的知识 要有耳鼻科的知识 对吧 还有外科 大家说外科还怕有眼科 没关系吧 也有关系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外科 胆结石 胆脚痛 怎么处理 病人特别老火 痛得不得了 怎么办 积住耳鼻 解禁 对吧 积住耳鼻解禁 但是 如果这个病人 如果有青光炎 你的眼睛没有局部处理 给他打了耳鼻品以后 胆结石 疼痛缓解 积性 臂脚性 青光炎 发作 如果你再没有发现 要失明的 要失明的 所以说 每个科 只要你当医生 每一个科 都与眼科有关系 我们说眼睛 是心灵的窗户 文学家说的 那我告诉大家 眼科是我们全身血管的窗户 通过眼底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全身 最细的血管 还有同学就说 我不当医学生 我毕业了以后 当时考大学的时候 就没有想好 那时候小 妈妈爸爸做出 我今后不当医生了 我毕业了以后 我就要马上去考试 考盖 搞其他专业 搞其他专业 但是我说 同学们 如果你搞其他专业 你仍然需要眼科的知识 比如说 你是近视吗 你需要戴一个 什么样的眼镜 你配OK镜吗 你配隐形眼镜吗 你做手术吗 你选择怎么样的手术 什么样的眼镜 是不是眼科知识 眼科知识 还有 我们看到很多小孩 一只眼睛 被遮住了 戴个小眼镜 一只眼睛被遮住了 好多老师就说不好看 同学都说不好看 不让他戴 我告诉大家 一定要戴眼镜 这是弱势 这个弱势在小的时候 你不认真治疗的话 长大是没有办法的 成都市中 一个好的学校 对吧 成都人都了解 成都市中 有一个女孩 18岁 成绩特别特别好 考的也特别好 但是她在填报志愿的时候 很多专业受限 包括不能当医学生 不能考医科大学 原因是 有一只眼睛视力 0.3 戴上眼镜 仍然是0.3 不能矫正 我们叫弱势 很多专业受限 很多专业受限 他就说 黄老师 你想个办法 妈妈爸爸都说了 用再多的钱 用什么样的办法 只要能够提高 我的势力 都行 但是我说 你回去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由于在你小的时候 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 没有带你去看病 没有进行弱势的训练 你的弱势永远也好不了 永远也好不了 所以说 你不是决一的 但是你要有这个知识 你要有这个知识 还有 你身边有老人吗 肯定有 你说今后我是丁克家庭 我不要小孩 但是你有老人吧 对吧 那么老人 比如白肋脏 白肋脏现在特别普遍 由于我们的长寿 我们的人口的长寿 白肋脏是越来越多 白肋脏选了什么样的手术 装一个什么样的精体 你如果有知识 有相应的知识 你就能够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那么这也就是说 我们眼科的知识 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掌握的 都应该来好好学习的 都应该来好好学习的 那么要当一个眼科医生 要学习眼科的知识 首先要对我们中医眼科学的历史 略知一二 至少应该略知一二 有所了解 这次教学大纲就说 对我们中医眼科学的历史与发展 要了解 是了解的范围 那么中医眼科学和我们中医学是一样的 它是我们中华人民 中华民族的人 中华民族 与疾病作斗争几千年的经验的总结 经验的总结 它的发展是连贯的 连贯的 那么我们为了讲解的方便 把它分成了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我们叫萌芽时期 那么萌芽时期指的是上古与南北朝 指的是上古与南北朝 那么在南北朝以前 我们有眼科的一些解剖知识 有眼科医的一些 染病的症状描述 但是非常的凌乱 它是分散在其他的医学文件 文献之中 没有专门的理论体系 没有专门的书 那么我要给大家提的是这三本书 第一个是黄帝内经 战国末期的黄帝内经 这个黄帝内经我们知道 它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基础 也是我们中医眼科学的理论基础 也是我们中医眼科学的理论基础 那么在这个黄帝内经中 它就有很多的眼科的解剖名词 比如说瞳孔 瞳孔 瞳孔叫瞳孔 我们中医叫瞳子 瞳子 那么瞳子的这个名称是来自于内经 现在我们有黑经 有个中医的名词叫黑经 指的是角膜 那么黑经这个名词 它也来源于内经 还有白眼 白眼 白眼这个名词还是来源于内经 那么就说内经在解剖学上 已经有很多的眼科解剖名词了 已经有很多解剖名词了 第二个呢 内经 它叙述了眼睛的功能 眼睛的功能 它说眼睛干什么 四万物 别黑白 省长短 它说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 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 那么眼睛为什么能看东西呢 这就讲了它的 眼与脏腑的关系 讲了眼与脏腑的关系 它说五脏六腑之精气 皆上珠一目而为之精 就是眼睛之所以能看东西 是受到五脏六腑的精气的入氧 只有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 我们眼睛看东西才清楚 才能分辨黑白 才能分辨黑白 这是内经 内经 它的贡献是比较大的 那么另外一本书 东汉末年的张仲锦 写的《伤寒杂闭嫩》 我们学了一科 都要学张仲锦的《伤寒杂闭嫩》 在这本书里边 就讲了二十多种眼科的病症 不是病就是眼科的症状 临床表现 他讲了内科的病 比如说他说目刺如鸠眼 他说眼睛红 红得像什么 像斑鸠的眼睛一样 已经开始描述眼睛的症状 有眼睛的症状表现 二十多种 那么还有呢 就是在这个秦汉时期 《神龙本草经》 《神龙本草经》 已经记载了八十多位 治疗眼病的中药 那么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丰富 但是呢 在这个南北朝以前 没有系统的中医理论 没有中医的专注 没有专科的眼科医生 扁鹊 我们知道是一个 我们中医最有名的医生 他当过耳目 口齿医生 看过眼病 但是呢 他不是专门的眼科大夫 不是眼科大夫 那么由于这个时期呢 这些眼科的这些理论 这些解剖知识 这些临床资料 都是散在的 所以说我们说 它是萌芽时期 萌芽时期 那么第二个时期 是殿基时期 殿基时期 殿基时期 讲的是 随朝至唐代 随朝至唐代 那么在随朝至唐代之间呢 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 我们国家是统一的 国家统一 这个社会稳定 这个经济文化和医学 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那么我们中医眼科和 同中医学一样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唐代 首先就有了 耳目口齿科 太医署 国家的这种 相当于现在卫生部 太医署 他就设立了 耳目口齿科 就是五官科医生呢 专门看耳朵的病 眼睛的病 口腔的病 耳目口齿科 那么这个就是 像我们眼科专科的发展 已经迈进了一步 迈进了一步 然后在唐代呢 眼睛坏了 或者是眼睛摘掉了 那么就可以装假眼 已经可以装假眼 用什么来装呢 是一个木头的眼睛 木睛带肢 用木头做一个假眼 那么看不见 现在我们做的假眼 仍然看不见 只是为了美容 只是为了美容 那么在这个时代 我们中医的一些 中医眼科的一些理论 临床已经比较丰富 比较丰富 那么我们看看 在这些全书里边 就有很多眼科的记载了 就有很多眼科的相关记载 首先给大家介绍 唐代王涛的外台备药 王涛的外台备药 那么王涛在外台备药 就谈到了眼睛看东西的机理 眼睛为什么能看到东西 看到眼睛看东西的基本条件 那么我们说 现在眼睛看东西 首先要有光线的照耀 眼睛要正常 而且大脑还要正常 三个条件 那么我们看看外台备药 是怎么写的 黑白分明 他这个讲的黑白分明 就是我们的黑眼珠和白眼珠要清楚 干管无刺 就是指的这个眼球要正常 结构要正常 黑白分明 干管无刺 眼球的结构要正常 外陀三光 这三光是什么 日光月光和足光 不是灯光 不是灯光 日光月光和足光 以前古代里面的三光 都是指的日光月光和足光 就是要有光线的照耀 要有光线的照耀 同时 内阴神事 就是我们大脑功能要正常 我们的意识要正常 有了这三个条件 就可以看东西了 从我们现代的认识来比较 同我们现代医术的认识来比较 是一模一样 三个条件 眼睛要正常 要有光线 大脑要正常 就能看见东西 这是外台备药 同时 外台备药 还有一个记载 还有一个记载 就是白肋脏做手术 我们现在知道 白肋脏最后都要做手术 最后都要做手术 那么白肋脏 在古代 我们叫原液肋脏 现在我们也中医叫 原液肋脏 原液肋脏 这个病怎么治呢 那么王涛说 金碧绝 怎么来治 金碧绝 看到没有 三个字 金碧绝 金碧是什么东西 金碧是古代妇女 头上的那个 插头发用的 我想金碧可能是最好的 最尖锐的 最锋利的插子了 他用这个金碧来做手术 绝动词 用金碧来做手术 虽然听起来 有点粗糙 但是它是我们白肋脏手术的 最早的记载 最早的记载 那么这个白肋脏手术 我们古代叫 金针伯脏术 金针伯脏术 唐代金针伯脏术 由古印度传到中国 那么由那个印度的真生 在我们国家 施行这种手术 施行这种手术 金碧绝 这有记载了 有记载 那么第二本 有贡献的书 就是随代 曹元方的 朱病元侯论 朱病元侯论 它也是一个全书 介绍了很多病 其中就讲了眼睛病 它说眼睛病有多少 有38后 眼睛病有38后 讲了一个病叫真眼 听说过真眼没有 好多同学听说过真眼 就是卖力重 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里边 仍然叫真眼 在随代 就提出了真眼 这个诊断 病名的诊断 另外在唐代 孙思淼做的千金药方 他就把眼睛病 认为有19种病因 为眼病的病因 病基发展 做出了贡献 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出现了 两本眼科专著 出现了两本眼科专著 第一本眼科专著 叫龙素眼论 龙素眼论 龙素眼论 这本书 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有这本书呢 它的书的内容 在其他的医学书上 能够找得到 我们知道 龙素眼论 这是我们现在公认的 最早的眼科专著 非常可惜 疑似了 疑似了 它是第一本眼科专著 我们找不到 它介绍了 病 眼病有 三十多种 三十多种眼病 这是第一本书 龙素眼论 第二本要给大家介绍的 眼科专著是 刘浩眼论 准迪歌 刘浩眼论准迪歌 这本书 现在也没有了 也失散了 也找不到了 那么通过其他的书 我们可以看到 这本书的 大概的内容 在这本书里面 首先提出了五能 听说过五能八括学书吗 这是我们眼科的 专门的理论 叫做五能八括学书 那么五能 最早出现于刘浩眼论准迪歌 什么意思五能 那个能 能子的能 汽车车能 汽车车能 它是说 把眼睛分成五个方位 五个部位 五能 就是把眼睛分成五个部位 那么这是我们五能学说的 最早的记载 五能学说的最早记载 同时刘浩眼论准迪歌 还提出了内脏眼病和外脏眼病 今后我们讲疾病的时候 要把疾病分成内脏眼病和外脏眼病来讲 那么内脏眼病 外脏眼病 最早的出处在刘浩眼论准迪歌 很可惜 这本书实散了 那么由于我们在这个时期 虽然有一些理论基础了 有一些理论了 虽然有一些临床的知识了 我们在病因病肌 临床诊断都有了一些知识 都有一些资料 都很丰富了 但是它没有专注 没有专门的眼科书 这两本眼科书失散了 看不见 没有专门的眼科专注 没有独立的眼科学 没有我们的眼科的理论体系 因此 我们说这个时期是奠基时期 它为我们眼科的独立发展 奠定了基础 为眼科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那么第三个时期 我们指的是独立发展时期 独立发展时期 独立发展时期指的是宋代到元代 宋代到元代 那么在这个时期 我们眼科学独立发展 这个时期 眼科学独立发展 那么独立发展有三个标志 我给它总结一下 我认为有三个标志 第一眼科成为独立的学科 眼科成为独立的学科 那么在这个太一局 太一局 他就把眼科从耳目和口齿科 分立出来 分立出来什么 单独教学 那么有了专门的眼科 第二呢 我们有了专门的专门 第二呢 我们有了专门的专门 我们有了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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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本专门 密传眼科龙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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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公认的 现成的 最早的眼科专门 什么意思呢 我们到我们中医药大学的图书馆 就可以看见这个 32开的这个 密传眼科龙目论这本书 非常小的一本书 内容也不多 但是它是一个标志 因为它是第一 现成的最早的 第一本眼科专注 那么这本书 他把记录了这个 宋元以前 这些眼科临床 医家的一些临床资料 把它记载起来 他说把眼病呢 分成为72症 就是说有72种眼病 72种眼病 大家有机会 可以在图书馆去看一下 密传眼科龙目论 作者不详 作者不详 这本书是在明代 我们在图书馆看的那个版本 是明代刊印出来的 明代刊印出来的 第二本书 银海惊威 银海惊威的作者是谁呢 他写的是孙思淼 大家想是不是孙思淼 肯定不是 因为孙思淼是哪个时代的人 唐代的 那么我们现在发现 这本书是宋元时代的书 不是孙思淼 他脱明 就像龙树原论一样是脱明 脱明孙思淼做的 那么这本书 这本书 他在72症的基础上 发展成81症 在72症的基础上 发展成了81症 发展成了81症 那么他也记录了很多的临床资料 也记录了很多的临床资料 好了 我们有了眼科专注 两本书要求大家要掌握 第一本书叫 迷传眼科龙木论 第二本书叫做 银海惊威 银海惊威 这两本书 我们都可以在图书馆里面找得到 好 第三个标志 形成了我们中医 特有了五能八阔学说 我们说 儿科是不是有一个 字阴字阳学说 我们眼科也有自己的学说 叫五能八阔学说 五能八阔学说 我会做一个重点 在今后给大家讲解 那么五能八阔学说 最早出现于 最早的记载 出现于太平圣会发 他就讲了五能学说 讲了五能学说 虽然他的这个 讲的这个内容 并不怎么丰富 但是他提出了五能 指了眼睛分成五能 五能与五脏相应 提出了五能与五脏相应 那么大家知道了 五能学说的一个基本点就是 五能与五脏相对应 五能与五脏相对应 太平圣会发提出了 那么这个五能八阔学说 后来由我们的很多的 临床医家 理论家 医学家 进行整理发展 形成了我们现在的 五能八阔学说 好 由于我们有了中医特有的 五能八阔学说 由于我们有了眼科专注 由于我们有了眼科的专科 所以说这个时期 我们认为是独立发展时期 好 这个独立发展时期就很重要了 是不是 同学们就应该掌握了 独立发展时期 它有三个标志 而且在了宋代就有了眼镜 有了眼镜 他说老人这个不能变戏书 看不见东西了 用这个爱戴 用这个东西放在眼睛上 就可以看得见了 大家想这个眼镜是什么眼镜 老花眼镜 我们最先出来的眼镜 是宋代有了老花眼镜 老花眼镜 好 那么第四个时期 我们叫新盛时期 那么新盛时期 是在明代和清代 鸦片战者以前 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们中医学 我们中医眼科学 到了一个新盛时期呢 首先有一个基础 就是在这个时期 我们中国的印刷术 得到了特别大的发展 我们很多以前的医书 我们很多以前的医书 眼科书 都是在这个时代 重新印刷 开印 比如说我们的 密传眼科龙母论 正是在这个时代 明代才重新开印的 重新开印的 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很多的名医 很多的名医 我们介绍几本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本 原基起微 原基起微 是明末清出 弥威德做的 这本书也是 很小的一本书 38开 很薄的一本书 在这本书里边 他就把这个疾病 按照病因来分类 病因分成48类 进行辨证论治 他说很多的内脏眼病 应该辨证论治 指导用药 辨证论治 指导用药 同时他说 有些外脏眼病 该外治的要外治 该手术的要手术 那么大家看 从外台备药到现在 我们眼科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 已经对眼睛 有手术的治疗方法 有手术的治疗方法 这是原基起微 记住它的名字 书的名字 时代和作者 第二本要介绍的书 是一个全书 政治准孙 王肯唐喜的 政治准神 明代 王肯唐喜的 政治准神 大家不知道 有兴趣没有 有兴趣你在图书馆 去看看 政治准神 非常多的 很厚很厚 很长的几本 不是一本 好几本 不是十几本书 这本书的 有一个部分叫做 政治准孙 七窍门 政治准神 七窍门 三四二看 有这么厚 这么厚 这个书很 很全面 他在七窍门里边 王肯唐在 七窍门里边 就介绍了 一百七十种 眼病 他说是一百七十症 我们现在 认真的研究 这本书以后 我们发现 他这个 把我们肉眼所见的 所有的眼睛病 都进行了描述 就是说我们用肉眼 看到的所有的眼睛病 它的症状表现 都进行了描述 这本书 内容丰富 有很强的 使用价值 特别是在眼科的诊断学方面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大家可以看 很多的病 比如说你眼睛男人不舒服 你可以在这本书里边找 有他描述 有他的描述 这是政治准存 王肯唐的 后一点的时间 那么傅仁宇写了一本 叫《省事遥寒》 这是眼科专著 这是眼科专著 那么省事遥寒 省事遥寒 内容非常丰富 内容非常丰富 他记录了内经 原基起为 政治准存 把这些以前的内容 都进行了整理 记录 甚至有的政治准存 整段整段的内容 他抄下来了 所以有的人说 他有抄袭之嫌 但是你往下看 他还有进一步的发展 他有治疗 有方记 而且他的治疗方记 非常非常的丰富 因此我们说这本书 内容丰富 临创实用价值很高 而且流传很广 流传很高 这是富人与临代 做的省事遥寒 还有一本书 全书 一中经界 这是吴谦 在清代做的 这是一个大部头书 他有一个 一中经界 眼科心法药局 一中经界 眼科心法药局 那么他与 割腹的形式 对眼睛病 进行记载 同时他又 附图 简明 恶药 非常好读 如果大家要看古书 我建议大家先去看 一中经界 一中经界 好 我们这一课 暂时上到在这儿 我建议大家